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金 那么今年2024年我们收到一个新的邮件 是关于这个SELPEP私培考试 它在这个中国新增了三个考点 就是这个成都 深圳和广州 然后呢现在就有五个城市新增了这个SELPEP的考点 那么增加了这么多考试之后 很多人就会想 SELPEP这个私培这个考试是不是在中国开始流行起来了呢 或者说SELPEP是不是比雅思更容易考呢 因为很多人啊这个考雅思一直考不到自己满意的分数 或者说最后也没有办法出来留学 或者说出来找工作等等原因 那么他们就会寄希望于SELPEP 那么这个SELPEP这个考试到底是不是比雅思更容易 是不是这个SELPEP更适合中国考试呢 那其实任何一个人跟你说他更容易都是不负责任的 你必须要从事实说话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SELPEP官方 他给出的一些数据 能够从当中了解到到底这个SELPEP适不适合你考试 那我们接下来看吧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考试的这个目的性啊 为什么要考这个SELPEP或者考这些语言类考试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2年的这个SELPEP的年度报告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超过90%啊 91.4这样子的一个比例的人都是IRCC purpose 那么也就是说他是需要找这个找工作 申请work permit或者说申请这个永久居民或者是申请这个citizenship 他才他的一个目的性 那这个占到了90%以上 那剩下其余的部分的人呢 可能就是使用这个私培这个成绩去找工作或者说是升学 所以说从这个目的上来看呢 SELPEP它其实跟这个雅思正好相反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考雅思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考的A类学术类 其实就像这个雅思分A类G类一样的 这个SELPEP也是分两类啊 一个是这个General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General LS 那General LS其实就是它是一个更加缩减版的一个SELPEP的考试 它只是只有考这个听力和口语 然后呢这个考试是用作这个加拿大永久身份的人录即用的 所以说在这部分人其实是相对于很多人来讲 更小的一撮人 所以说他的这个所占的比例也就只有仅仅14%左右 那我相信这个数据跟去年的数据应该不会差很多 我们再来看这个思培啊 这个思培考试它这个年龄段分布考着考试 那我们其实兴起的发现就是它的这个年龄段集中在这个26到30 以及31到35 那这个年龄段的人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个工作啊 不是读书的状态 那也就正好地印证了就是很多人考思培 他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在这边已经毕业了 那申请工作签证或者说申请移民签证 他才会去考思培 那这个也是跟雅思完全不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思培他的受众面 他并没有雅思这么广 他没有办法去适用于一些啊 就是相对来讲要去出国读初中高中的人 在从这个思培的这个年度报告当中 我们看到就是排名前十的这个参与这个思培考试的这些国家啊 他们这些考试到底他们的这个分数分布是怎么样的 那么首先看这个排名第一的肯定是这个印度啊 他这个平均分基本上都是在七到八分之间 那所以说可以很明确的说基本上啊超过一半的这个啊 或者说甚至是三分之二以上的印度人 他们其实都能够达到CLB7这样子一个水平啊 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那排名第二是菲律宾啊 菲律宾他们的这个第二语言也是英文 所以他们的英文其实啊普遍都是不错的 那排名第三的中国啊 相对来讲他都是在这个六分到七分之间啊 CLB6跟CLB7之间 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加拿大一亿的这个入持的这个要求是CLB7 那其实很多中国人其实达不到CLB7的水平 他是没有办法入这个一亿的这个池子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CLB7级以上 他是针对就是很多人想要拿到这个高的加分 或者说要高的这些管理职位 那他都是需要CLB7以上 但是如果达不到CLB7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些01的这样子的职业 那么好问题来了 就是很多人考这个私培 他的目的 你要首先确定你自己的目的 你是需要去考虑这个拿这个移民签证 那么他肯定是因为你的不同的职业类别 对于你的这个分数有不一定的要求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私培 他的这个分数是根据你自己所在的这个要求来看 那私培并不是说他整体就会比这个雅思容易 而是因为在某些分数段当中相对来讲比加斯容易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私培他这个考试这个考所有的考生 他的一个平均分大概分布是怎么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平均分啊 都集中在这个7到8分之间啊 没有到8分而是7分 那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是一半的人 考这个SELPAP的人其实是能够达到7分以上的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陷阱啊 就是真正去考私培的人很可能都是已经在这个加拿大啊 在北美生活过多年啊 他们其实都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再去考私培 而不是那些啊刚刚接触英语 接触私培考试这样子的人 那所以说其实从整体来讲的话 对中国考生来讲这个数据并不是非常有参考意义啊 这组数据还蛮有趣的是关于这个第一语言是所用第一语言的这个考者 他考这个SELPAP的一个平均分的这样一个分布啊 那这边我们看到这个英语不奇怪 英语母语为语言的这个考者 他基本上都能达到CLB9这样子的一个水平 那CLB9尽管CLB有12个等级 但是CLB9以上那他已经拿到了这个整个四倍的最高分了 那也可以拿到这个语言分数加分里面最高分 那这就可以正常非常的这个熟练的融入到这个北美的生活当中了 那我们看这个第二名中国啊 可以看到就是使用这个中文的啊 这个考者也蛮多 那么他们的这个均分就是跟上面我们说参考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均分 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那第三名是这个彭加比啊 彭加比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 他其实是一个啊 印度的一个少数族裔的一个语言 那其实是在印度的北部 那其实以我有一个同事 他也是啊 讲这个彭加比这样子的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呢 其实这一类人印度人 他们的英语相对来讲普遍都是非常好的 那CLB4它毕竟是一个只有十多年的这样子一个语言考试 所以说尽管是发言于加拿大 但是他没有雅思或者托福这一类的这个考试 在全球应用性这么广啊 所以说很多人如果是之前已经接触过雅思托福 那如果再来去接触SELPAP的话 我个人觉得并不是很推荐啊 这就是其实是一个悖论了 很多人在这个鲜楼为主 接触了雅思有很多年之后 他再去接触私培啊 如果这一类人 他的这个英语水平一直徘徊在雅思啊 6分6.5之间的人 他要想去冲击这个SELPAP9 那其实就是一个吃惊妄想啊 这个啊 我们看SELPAP9的 他其实对应的雅思啊 这个分数积累的话是8777 那8777其实这个难度是相对于SELPAP4个9的难度是要更容易一些的 如果你要达到4个9全部很均匀的在这个SELPAP当中展现出来 他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 因为他永远都会卡你一门 比方说很多人他欠缺的是口语 也有人欠缺的是这个写作 所以最终他就没有办法拿到SELPAP9 如果他能够拿到SELPAP9 我相信他这个雅思是也有可能很轻松的拿到4个8以上 而不是877 所以他实际的这个水平是高于雅思 说穿了 其实很多人考SELPAP也是因为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过多年 然后最终是要递交这个移民签证 那他们这些人可能他们的工作类别是在这个三类四类 甚至是这个T5的工作 那他们只需要考到一个4 CLB4或者CLB5的这样子一个分数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其实考这个SELPAP的难度会远远低于这个雅思 所以基本上都是能够顺利的一次就通过的 所以SELPAP其实作为雅思的一个补充 在这个加拿大这边是很多人最后临门一脚的这样一个考试 而不是作为很多人要准备出国申请留学这样子的一个备选 那我是生活在加拿大纽芬兰的小金 我们下期见咯 Peace